先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聽不同意見的球迷 你記得可以去看球帝斯 因為有不同專家的分析 很多不同的詳盡數據分析 可以給大家研究研究 鎖一掃畫面的QR Code之後 你就可以入到一個應用程式 如果你是同意用這個應用程式 你就可以在這個應用程式裏面 再用QR Code掃描器 再掃描一次這個二維碼 就可以進去 大家好 終於講到利物浦的轉換操作 跟曼城那邊其實差不多 由於消息不算多 所以比較遲講 但還是會選擇先講利物浦 未講曼城 因為利物浦都比曼城更加急切需要買球員 上一季的雙兵潮當然嚇怕了他們 當中最嚴重的當然是後防線 所以他們都算是很快作出反應了 收購了RB來比錫的法國籍中堅 干拿迪 之前我都已經跟大家詳細報道了這宗交易 主要的觀點是 雖然這個球員都很容易受傷 不過他有世界頂尖中堅的潛質 而且只需要三千六百萬英鎊 所以我都同意就是博得過 今天再跟大家跟進一下他的消息 他就已經參與了第一場友誼賽 不過有些溝通上的問題 詹士米娜就說他聽不明白隊友的說話 而他自己也說 那些隊友說什麼他都不明白 所以我相信高普 都要給他們一些時間去溝通 學英文 都是沒有這麼快季初被他打正選的 另外正選陣容那裡 沒有了高普最重要的旗子 這幾年都是幾靠這個球員瘋狂的壓迫 去拿二次進攻機會 二次進攻機會就是利物浦吃虎的關鍵 韋娜杜姆就免費轉會巴黎 變了就沒有了這個功能 不過我又不是說覺得利物浦放走他是錯的 因為其實他年紀都大了 你再給他高人工的合約其實都不算 但問題就是利物浦有沒有辦法找回一個 同樣有能力提供瘋狂壓迫的中場球員回來 之前有傳過AC米蘭的基斯拿 這個絕對對 跑得衝得box to box 不過他就傾向會和AC米蘭續約 國際米蘭的巴黎拿 這個厲害了 歐洲國家盃大放二彩瘋狂壓迫 對的了 不過原來大纜都請不上 傳媒亂傳 武信加帕尼奧侯斯 新卻奧斯 不過類型有點不同 不是box to box 所以只有一個傳字 李斯特成的box to box 太利文斯 李斯特成就買了box to box 那是不是可以放太利文斯走 這個都很適合利物浦打的 但就要6400萬英鎊 李斯特成這個暑假就沒有那麼多錢 李爾box to box 國山齊瀉了 歐國盃都打起了 這個都對 不過傳一下傳一下又沒有下文 馬體會的沙奧尼古斯 馬體會簽了迪寶羅 是不是可以放沙奧尼古斯呢 沙奧尼古斯的經理人也都說 英超這邊有機會轉會的 巴塞用基沙文交換沙奧尼古斯 這件事就沒有了 告吹了 那利物浦可能就是用這個沙基里 再加4000萬歐元 收購沙奧尼古斯 那有沒有機會呢 那當我們都不知道頭不知道路的時候 那不如再看看 就是利物浦跟隊記者的消息 就比較可信 那這個呢 詹斯帕恩斯也就透露 沙奧尼古斯、山齊斯、泰利文斯 這些消息呢 就全部都是假消息來的 那當然都幾令人失望了 那利物浦回聲部也都報導 利物浦今個暑假是很難再可以給高額轉會費 那他們呢 反而考慮呢 就給多些機會 那些年輕人 例如艾利諾 甚至傾向要出售更多的球員 包括南野托實、哈里維爾遜、沙基里 希望可以緩解財政的壓力 那也都留一些資源 就是跟球員續約了 包括2023年合約會到期的沙拿、雲迪克、法賓奴 2024年合約會到期的艾利神、阿諾、羅拔神 亦都專心要和賢達神續約 最近竟然有傳賢達神的續約談判破裂 要走人 還說 幸好有另一個跟隊的記者 寶羅哥斯 就向我們派回定心院 他說 其實只不過是 因為圈達神希望得到法賓奴、雲迪克 一樣待遇的合約 所以還未談成這樣 我也覺得很正常 圈達神隊長 應該要給他一份高薪 讓他再有一份工資 都可以獲得好的結果 但是說到這裡 就真的還未有什麼確實的消息 是說利物浦會買到誰 說真的 利物浦這個暑假 前、中、後三線都需要買人 有三個慾望 這樣才可以確定到 保住前四甚至繼續可以充貫 如今滿足到後防線的慾念 但還未能夠滿足中場box to box的需要 以及進攻點的慾望 雖然你說利物浦其實有不少中場球員 但是你再看清楚一點 有些球員就不是說很靠得住 尖士米納本來很好的 但是年紀真是大 張霸倫、基達 上環的問題究竟是怎樣的 一直是個謎來的 中斯可造之才來的 但是上一季給他機會的時候 往往見到他未夠成熟 其實依然還是很靠位拿道 沒有去壓迫 來到上一季也是 沒有了他的話 又買不到box to box 其實都挺令人擔心的 泰哥艾簡達娜 越踢越好 我當然同意 但如果下一季正選中場中 是泰哥艾簡達娜 泰哥艾簡達娜 其實年紀偏大的 運轉力令人擔心 進攻點也令人擔心 三叉擊一起進入29歲 你說還可不可以三叉擊場場打足 上個賽季 雙兵潮的位置 就是處於中後場 三叉擊就不見得有什麼受傷的問題 但是就清楚見到三叉擊都極度疲倦的問題 所以去到下一季 輪到三叉擊有雙兵潮都真的不出奇 早達健康的情況 原來都不算理想 真的要買個進攻點 收購中場和收購進攻點 兩個欲望都很大 但似乎利物浦只可以兩者選其一 不能夠完全滿足 利物浦現階段情況 財政的問題 一定是不可以這麼大開支 要麼買個中場 要麼買個進攻點 就不能夠左擁右抱 今個暑假除了買干拿迪之外 買多一個就是算數 應該買中場還是進攻點 我預測三叉擊真的有機會雙兵潮的下一季 所以真的要買進攻點 主要是先買進攻點 我真的唯有希望 以下的傳聞是確實 韋斯岩的右邊進攻點 寶雲 這個球員上一季進步神速 突破力終於足以可以做到半主角 他的視野轉邊力都不錯 而且右腳都開始有傳宗的能力 對比之前屈福特沙雅這個對象 寶雲更加懂得用腦 寶雲的選擇似乎更加好 而且寶雲和沙雅的速度差不多 其實他不一定是沙拉的後備 他是可以打正選 沙拉就入中間打正前鋒 他就右邊 這樣更加能夠提升到邊線的活力度 他24歲當然是打邊線 29歲的沙拉打中間合理得多 還有寶雲的斬波傳中的質素很不錯 可以繼續加強利物浦明迷明迷的能力 利物浦欠缺一個穩定的創造型攻擊中場 AMC進攻中場 所以其實都需要這一類型寶雲的半主角內設 至於寶雲的未來可不可以取代到沙拉的級數呢? 取決於寶雲未來這一季的進步幅度 到底可不可以好像上一季這麼快 這麼大 或者有上一季的七至八成 不過當然 由韋斯咸轉投利物浦要面對密集是另一個境界 都要看他的心理能否調整到過去 不過我都頗不懷疑高普開啟球員的整體質素 整體意識的能力 高普是有這方面的能力 所以都不用這麼擔心 現在唯一的問題 多少錢? 報道就說3500萬英鎊 我就懷疑了 這個報道似乎是低估了他的價值 因為當初韋斯咸買他的時候都用了2200萬英鎊 那怎麼會3500萬英鎊買出去這麼便宜 我想這個球員起碼4000萬起跳 這個轉回費都幾接近利物浦臨界點 希望他們可以拿到出來 所以也有報道說 都要取決利物浦能否放到沙基里和奧烈志去套演 希望套到演去買寶運回來 Patreon 片尾賽單部分 如果真的買不到寶運 利物浦的實力和買到寶運 有多大的差距呢? 而前四的情況 落不落官呢? 落不落到冠軍呢? 記得去Patreon 支持啦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鷹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好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亦都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 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呢? 現在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 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 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